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0年6月10号周一晚上的7点5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小幅上涨,公共事业板块领涨市场 今天的节目咱们会谈到苹果的WWDC全球开发者大会 还是没有能够逃脱首日下跌的命运,市场反应不佳 特别是马斯克怒怼苹果和OpenAI的合作 另外NVDA今天是拆股,咱们等会去更新一下 NVDA的基本面还有技术面的点位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等着这个信息 还有就是AMD今天大跌超过4%发生了什么 那对它怎么看待 那么今天还是首先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信息 第一个信息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债拍卖 美国今天是以4.559%的高收益率 出售了530亿美元的三年期国债 投标倍数是2.43倍 低于之前的2.63倍 还有6次拍卖的平均值2.57倍 经销商兜底买入了20% 这个是1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今天整个的三年期国债拍卖是表现非常的糟糕 美国将于周二明天出售390亿美元的十年期国债 预期周四出售220亿美元的30年期的国债 另外本周还有几个非常重大的经济事件 也是咱们这个星期需要去跟的 一个就是今天发布的纽约联储的消费者调查报告 等会给大家看细节 另外两个是周三发布的CPI 还有美联储的点证图 好咱们首先看一下一个比较重要的 纽约联储的5月份的消费者调查预期 因为这个是从消费者直接获取的数据 这个数据也反映了消费者对于目前市场 包括通胀包括家庭 包括对于股市的一些看法 看看如果你接受调查 你会不会得出同样的数据 首先是看第一个 就是来自于整个的通胀预期 短期通胀预期是下降 中期通胀预期保持不变 长期通胀预期上升 一年期的这个短期通胀呢 是从中值从4月份的3年3下降到了5月份的3.2 三年期的中期通胀预期保持不变是2.8% 五年期的通胀预期从2.8%上升到3% 可以看出来呢 市场对于消费者对于在长期的通胀目标上 似乎没有美联储那么有信心啊 认为这个通胀长期是会上升的 另外从物价层面来讲 预计一年汽油的价格将上涨4.85% 食品价格上涨5.3% 医疗费用上涨9.07% 大学教育费用上涨8.45% 租金价格上涨9.08% 另外他们还预计黄金价格在未来的12个月会上涨4.8% 这个呢我个人是没什么把握啊 就是认为黄金价格未来12个月能上涨这么多 这个我确实是因为他们通过一个终止统计出来的 我个人呢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模型去计算黄金的未来的一个涨幅啊 因为黄金是以美元来计价 现在既然美元的利率路径啊 就是美联储的利率路径都还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下 去预测黄金未来能上涨多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另外从劳动力市场上来看呢 预期是好坏个半 未来一年的预期收入增长终止是保持不变 为2.7% 略低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水平2.8% 平均失业率的预期概率 即美国失业率一年后上升的平均概率 从37.2%上升到了38.6% 目前呢是高于12个月的平均值37.8%的 意味着呢 目前接受调查的消费者认为 后面的失业率会攀升啊 是一个大概率 就是比之前的4月份认为失业的失业率上升 失业的概率会大一些 另外呢预计未来12个月内失业率的平均感值是下降了2.7个 降到了12.7% 低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值13.2% 这个呢就表示就业感是乐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啊 这第二点和第三点实际上他们是矛盾的啊 所以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组的对照 我认为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 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它不可能说既预期失业率上升 又预期感知我自己的失业率又下降了2.7% 那到底谁的失业呢 对吧 好 还有就是未来12个月自愿离职的平均概率有所上升 从19.4%升到了19.6% 略高于过去12个月的平均值18.9% 那么换句话说呢 几乎是没有人去害怕失去比较低薪的工作啊 根本就不怕失业 认为现在找工作还非常的容易 这一块我个人也觉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的 总之呢 这个数据方面啊 现在看起来呢 都有各种相互打架的情况比较的多 希望大选之后还是那句话 数据能够恢复正常 另外呢 还有在家庭的财务预期方面 受访者对一年后的财务状况也更加的乐观 家庭收入的预期增长的中值上升了0.1% 达到3.1% 仍处于过去一年保持的2.9%到3.2%的窄幅范围 好 对于股市的预期啊 很有趣 对于股市未来12个月后上涨的平均感值率增加了1.8个百分点 达到了40.5% 为2021年2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么作为一个参考呢 这个值曾经在2024年4月达到顶峰 当时呢 是这个股市是已经暴跌 差不多30%左右 那个时候是暴跌 大家预计未来12个月股市会涨 现在已经暴涨了 大家还是一样啊 预计未来12个月股市还是会涨 反正无论是跌得很的 这个悲观之后 大家认为这个股市会乐观 还是说现在的乐观的已经是历史高点了 大家还是乐观啊 就是感觉无论是怎么样 大家都是看涨美国股市啊 这个信心还是非常的爆棚的 这个长期观点呢 我倒是同意的啊 认为美国股市呢 长期来看未来12个月 没有出现重大意外的情况下 在现在的这个价格基础上 上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这个我是之前给大家讲过 是基于这个预期的判断 我认为在2024年 全年这个最低的标普的位置 应该是不会低于4815点啊 就是2024年的年内 不会低于4815点 这个结论呢 咱们之前给过数据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回去看一看 那期的标题上 我写着啊 为什么不会低于4815啊 好 讲了这个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关于个股的追踪 首先来说一下关于苹果的 WWDC的开发者大会 这个大会呢 咱们上个星期给过大家一个 对于整体大会在历史上的第一个 就是交易日就是今天就是第一个开会的第一天 它的表现平均回报是负数 那么看来苹果还是没有能够逃脱这个魔咒啊 现在还是今天跌了1.91% 不仅这个跌了1.91%呢 还创现了自2010年以来最差的 它的开发者大会的首日表现 它不仅是这个吃了刮烙 还吃了一个大刮烙啊 在本次的开发者大会上呢 上面推出了几项新的东西 跟大家简单的过一下 比如说苹果宣布推出了这个Viren 这个OS2 还有呢 把这个苹果的这个Viren Pro 扩展到了这个中国日本等八个新的国家 而且推出了触碰的支付功能 就是说用户呢 可以通过触碰手机接触的方式 向其他的iPhone用户进行转账 另外呢 苹果还确认和OpenAI合作 整合ChatGPT 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信息 当然也非常的符合市场的预期 大家之前也这么认为的啊 苹果的2024年刚才通过 它的这个开发者大会呢 最终是大家不太买账 投资者呢 觉得好像利好也出的差不多了 最近股价也涨的差不多了 开发大会上 既然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 那么 所以呢 阶段性的获利了结啊 苹果呢 它的人工智能的线路图 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目前看起来啊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啊 这张图表是它在之前 目前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 关于苹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开发者大会的前一个月 第一天 还有这个在开发者大会之后 然后是在之后的一个月的总体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到 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 在开发者大会之前是上涨 然后在开始开会之后 是平均回报是下跌 在后面的一天呢 是小幅下跌 但是在未来的开发者大会之后的一个月 是上涨 平均回报 是一个正回报 这是它一个大的方向 那么今天的苹果的和OpenEye的合作 出来之后 对于这个最不满的啊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 社交媒体都知道 是谁呢 就是这个马斯克 马大侠 他呢 抨击说苹果是一家愚蠢的公司 甚至无法提出自己的人工智能 苹果的做法呢 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关闭它 或者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永远的在线的间谍系统 不断的向OpenAI提供数据 他在回应一位推特用户的时候说呢 可能我们会不得不推出自己的手机 更霸气的是他 回复这个乔布斯 在推特下边回复说 他不想要最新的苹果产品 后面呢 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补充 说要么就停止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间谍软件 要么所有苹果社会都被禁止进入我的公司 并表示说呢 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违规行为 因为他会把数据传给OpenAI 因为马斯克这边 其实他们公司也在做相应的人工智能的产品 他说呢 我们而且会让访客必须在门口检查他们的苹果设备 这些设备将被存放在法拉第龙中 法拉第龙大家知道可以隔绝这个手机信号 所以写的是非常的猛 就是非常的不屑 那么对于苹果整体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你是怎么去思考的 其实苹果今天的股价 我相信代表了部分投资者 对于苹果未来的这个路径的一个看法 今天的抛压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顶部的滞涨形态 这是滞涨形态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滞涨形态 放量 而且形态是一个包进去的高开滴走 然后破前滴 那么这种情况 我把技术面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更精确的更新 193到196是它的强支撑 目前盘中收盘的时候没跌破 但盘后的时候是跌破的 如果明天开盘在193以下 那么确认上方是跌破了一个强支撑 下方是188到191是另外一个较强的支撑 然后是更新过的181.4到186.3 177.5到180块钱 那么作为它的这个前瞻估值来讲 之前给过它的行业参考和它的历史波动参考 6月5号做过更新 那么目前按照高倍数的行业参考 20到30倍来讲 上限是195 在24年9月 25年的9月上限是213 但是低位呢 就会跑到130到142 这支股票呢 当时在进行了一个反转之后啊 进行大家看到这个跳空反转之后 技术面走强 跟大家当时讲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的这个加仓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去实施的 那么现在呢 把它的位置放到了171到180块钱 等到这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去加一点点 好吧 有没有机会加一点点仓位 如果它下不来 那就无所谓 继续放着不动 有下来的机会再说 好吧 现在的情况呢 大概就那么情况 因为它对和OpenAI合作之后 它的支出肯定会增加 因为它需要用到OpenAI这边嘛 用到ChatGPT 一定要付费 不可能免费给它用 所以呢 这边既然说到了OpenAI 那么也提一嘴 关于OpenAI 他们正在任命新的首席财务官啊 这个呢 现在引发了一个猜想 就是OpenAI有没有可能进行IPO 因为你看苹果 现在集成ChatGPT 肯定要花钱 这对于OpenAI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盈利的机会 尽管它在成立之初 是一个愿景 是非盈利性的组织 这个其实也是马斯克 不喜欢OpenAI的原因之一 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 马斯克是曾经在OpenAI 后来是离开了 这个是违背了他最初的意愿 所以现在呢 他也经常和OpenAI这边 进行这个互怼 对吧 和他的这个CEO 现在呢 他也是马斯克人工智能最大的竞争对手 就是来自于这个ChatGPT 所以这一块呢 一个是苹果支出的放大 一个是OpenAI这边的收入的增长 所以苹果这边未来的业绩变化呀 有可能还会发生一些调整啊 如果我看到了有比较重大的 共识预期的变化 我再给大家做更新 好吧 这一次呢 还是在6月5号更新过的 暂时不变 如果有更多的变化 比如说业绩走差 或者大幅下调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 加仓的位置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也会一同在节目里边及时更新 大家先别着急 其实才走了一天而已 而且就算下跌 它也没有说那么快 因为苹果它的波动性 其实是不高的一只股票 所以暂时 大家呢 先观望观望吧 我这么 只能这么去说 但是想到这个位置去加仓 马上去追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好 然后再说一下关于AMD的消息 今天是大跌了4.49% 主要的原因呢 是这个摩根斯丹利的芯片分析师 摩尔啊 是把AMD的评级 从增值下调到了持股观望 我给大家 还是看一下它的这个说法 就是关于这个下调的理由 它呢 下调到了持股观望 同时维持了目标股价 176元不变 那么摩尔表示说呢 我们认为AMD 在其核心市场中的地位 是越来越好的 但对人工智能的持续的高期望 使我们对其证明 溢价倍数的能力更加的谨慎 他写道说呢 我们一直看好AMD 因为我们认为 在所有的市场严重下滑之后 核心业务将重新加速增长 而人工智能将进一步 推动多元化的扩张 我们仍然相信这一论点 但人工智能 已经从次要的驱动因素 转变为主要的驱动因素 鉴于供应链的增长 超出了AMD的收入潜力 那么AMD面临着很高的门槛 这不是他们的错 就是市场的预期很高 但是AMD可能增长 没有办法像英伟达一样 他后面补充了一下说 AMD今年呢 为AI芯片的销售 是40亿的目标 并表示他认为公司 会达到这个水平 但他警告说 华尔街的预期 是高于这个目标的 华尔街希望它的股价 涨得更好 希望呢 他这个未来的 这个营收会更大 希望它不仅限于40亿 咱们之前讲AMD财报的时候 其实曾经讲过 对不对 他这个40亿呢 是略显让大家 有一点点的失望 那么总体上来讲 他说 我们认为呢 任何公司像 想要像MAD那样做 都会非常的困难 我们期待AMD在投入 一半研发飞用的情况下 迎头赶上 这一直是一个不合理的期望 就是说AMD这边 想要超越英伟达 那现在很明显 在投入只有一半的情况下 很难实现 所以他呢 虽然看好 但是呢 不增持 还是把它变成持股观望 后面呢 看看AMD 有没有更好的表现 更多的业绩 来证明他值这个价格 那么AMD这边 我跟大家以前 其实是做过 关于他前瞻估值的更新 以及对他的整体的 和英伟达的对比情况 对吧 我在5月28号 曾经做过一个对比 24年的前瞻PE是50倍 25年的前瞻PE是33倍 基于这两个的对比 24年的股价性价比 股价当时在171的时候 是要比英伟达要贵的 但是25年对比起来呢 他要比英伟达 当时的股价要便宜 所以他是两年来比 我还给大家假设了一下 和英伟达38.3倍 当时在5月28号的那个价格 是一致的 他应该是值198美金 所以总体上呢 他应该是比英伟达的股价 更便宜一些 性价比上横向对比 更便宜一些 从增速 包括前瞻PE的情况 来进行对比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只股票 他的大致的观点 我把中间 第一个技术面 做了一个更新 145到155 这些两个小的支撑 我把它合并为 一个中等支撑水平 这个地方是面于 大家更好的观察 另外对于 他的长期的持股观点 我还是不变 目前的位置呢 其实算不得很高的一个位置 从25年来看 绝对不算很高的位置 是160块钱 特别是下跌之后 下跌之前的话 是中间位 下跌之后 接近150 150下方就是属于 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么如果他真的有机会 跌到145的下方 像什么136 141 117到129 这种地方绝对是 完全不高的 而且是严重被低估的 MD的这个价位 所以这是大家想长期 持有MD的朋友呢 可能你需要去关注的位置 三个位置 145 155和下方 这两个地方 好吧 这是给大家更新一下 基本面 还有它的消息面 好 最后来说一下 关于英伟达的情况 英伟达呢 在今天拆股的 第一个交易日 开始正式交易 我把它的前单估值情况 以及还有这个 拆股之后的技术面 也给大家做更新 之前呢 这个是在市价 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1224 当时在这个价格 前单P1的情况 我给大家标了一下 25年1月是多少倍 26年1月是多少倍 大家和刚才的MD 做一个横向对比 还有未来的这个增速情况 也都在这里 那么 拆股之后 那么股价除以10 实际上的前单估值情况 也得除以10 25年1月的前单估值 是81到107 26年1月的前单估值 是97到130 现在市价122块钱 那么和26年1月的前单估值 的上限 比较接近了 所以它不算很便宜 对吧 但是呢 英伟达有一个大招 就是它可以经常 如果市场足够的好 它可以上调 它的前瞻盈利能力 所以市场呢 我们看到已经多次的大幅上调了它的共识预期 这个咱们也在节目里边一直是在及时的更新啊 所以这都是基于此 基于现在的这个价格情况 如果后面市场有调整 那么咱们只能去顺势而为去更新 你让我现在就去预测它未来会怎么调 是EPS往上涨20%还是30% 这个我预测不到啊 因为我只能看到大数据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 它的技术面上也给大家重新做了一个调整啊 这个技术面呢 并不是直接除以时 给大家做了个更细致的规划 118到122 那么是它目前的强支撑位置 所以呢 暂时只是跌到了强支撑的上延啊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今天还是上涨 就是这个位置 它是在这个位置 之前下跌也没有破位 113到115.7 也是强支撑 111到112是中等 下方的108到108点 109.5就是个小的位置了 所以现在它其实离要比较大的回调 或者强烈的看跌呢 因为它目前还技术面没有走的 没有走成那个样 但今天大家要注意一下 尽管上涨呢 是一个严重的缩量上涨啊 严重的缩量上涨 那么这种上涨 今天这种走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属于横盘 横盘走势 所以后面继续观察 持有的朋友呢 依旧可以保持不动 没有任何的滞长形态 也没有任何的鉴定形态 今天上方的这个大的上涨线 应该是数据层面的一个显示问题啊 我认为 因为你看它的 其实分时图的话 是明显在盘中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跑那么多的 它这个盘中跑到122.9 但你看它的日线跑到上方的195 所以这是个数据问题啊 大家回头有可能会看到 数据的调整和重置啊 所以很多软件上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走势 所以整体上今天是一个横盘状况 好 然后呢 这是对于英伟达的估值更新 也跟大家跟了一下 另外呢 还有一个关于CTA的东西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关于CTA的标普的6月10号 今天的一个更新 CTA未来的一个月的表现呢 整体的出货位置是比较温和的 上个星期 CTA是卖了66亿美金 卖的并不多 因为主要的卖是在上方的小位置 基本上没有砸盘 那么在未来的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边 几个关键位置分别是5239 这个地方还都是买 然后呢 到了5035之前也是买 买了以后呢 就是跌破之后就会停 5035所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这个地方之上 它都是以买为主 然后呢 跌破这个位置就会停 然后如果继续下跌 那么就可能会什么 就要砸盘了 4705往下以后 就要猛烈的砸盘了 那就属于 你可以理解为 它的策略是这种类似于 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追涨杀跌 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 在这个股市上面去靠 这个所谓的单向赚钱 它是一个跨市场策略 所以它说在这边的 这个策略的卖出呢 在别的地方会着报回来 它其实跟对冲基金是一样的 对冲基金的这个多空 对冲基金的策略就是 它可以做多一部分的市场股票 然后做空另外一部分 利用它的速率变化的不同 来赚取差价 所以它们是不笃方向的 完全没有方向性 所以也不要说CTA是韭菜 但不是那个策略 不是说我们散户只有买多 或者买空一个方向去挣钱 这个不是它的主要目标 它主要是通过运动 不同市场的产品的速率变化的不同 去从中间去获取这个差价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带给大家的 关于市场的一些全部内容 可能今天大家听到 我的这个回声比较大 因为今天这个录音的场地 在外边又发生了一点变化 所以可能回声大 大家多多的包涵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 持续不断的点赞评论转发 希望大家最后听到最后的朋友呢 真爱呢 还是多多的这个点赞 随手点赞 感谢大家 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